多了一個地方可以去 而且很近走路就可以到 整個景觀這個步道做好以後 不會繞遠路走 不管是球迷還是對居民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你多了一個戶外 可以踏青的地方 除夕其實我們也 不是只有做河道的一個省次 我們當時候設定就是說 能夠把相關的一個景點 把它做一個串聯好 除夕經過體育園區 所以它其實有一個很棒的條件 當時就有很多民眾在這邊運動 他們也希望一些測試 能夠做一個改善 原來那個橋很破爛 殘障的走路行動不方便的 根本就沒有下來過 現在老人家推了輪椅 都非常的方便 對我們這些不方便的人 真的是一大福氣 對我這個年紀來講 已經足夠了 可以休息散步 有時候我跟我累人 我們還走得動 我們就來走一趟 我一天就經過這邊好幾次 這條橋通又方便了 以前比較悶 現在都已經比較好 現在兩邊都五分到 人車嘛 我是會來這邊運動 就是跑步會經過 有了它之後我是帶它下來散步 那現在做了這個之後 其實還滿方便的 多了一個地方可以去 而且很近走路就可以到 小胖也很喜歡來 那它也串聯了幾個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景點 巴克里公園 法華寺 竹西寺 水交社眷村文化園區 體育公園 這也三個景點 然後再加上武備廟 對於市民的休憲 休憩來說的話 是一個正面的 不是只有做河道的一個審制 我們當時候設定就是說 能夠把相關的一個景點把它做一個串聯 讓民眾來這邊 其實是有故事 是有文化 可以了解這邊的一個歷史 它的一個脈絡 然後來讓獨系這邊 成為台南的一個新亮點 未來我們希望其實 如果有更多關注自然生態的團體 甚至學校的單位 能夠把這邊 劃設成是一個戶外教學 了解自然 了解生態 了解河川 這樣子的一個場域 不管是球迷 還是對居民 都是一個很大的福利 這附近都有很多運動場所 可以跟他們結合的話 就讓居民 讓人民都有一個 比較可以走出戶外的地方 走走的地方這樣子 有適合老年人的這個走步道 有適合年輕人的運動設施 有適合小朋友的樂園 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照顧到 這也是我們當地市民 跟我們這邊的裏民的一個福氣 大家初步當都覺得 對這工程非常的滿意 對我個人來講 我已經覺得很驕傲了 世界上每座迷人的城市 都有美麗的河川相伴 竹西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它承載著台南的變遷與故事 而現在它已經是一條美麗 而充滿希望的河川 我們在這些組合上 大家這邊的ossa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新年 開玩笑的 如果我們在這裏 有些如此 馬尊重 我們在一起 但你會一直有